我是清华大学本硕连读的国防生 我到这儿来 就是为了找找刺激 这个口气贼大的男人名叫007 是集团军理重点培养的对象 凌凌有着光明远大的前途 却因为崇拜居神和晨光的英雄事迹 所以想要加入狼牙特战队 结果却被装死的老六偷袭 我遗憾地向你宣布 你的狼牙特战生涯 还没开始 就已经结束 于是007只能收拾行李准备走人 虽然在战友面前十分嘴硬 表示自己就是来玩来找刺激的 但等他坐上离开的车后 却又不舍地看着训练基地 就在007心灰意冷的时候 却突然发现了总教官飞狼 于是他立即起身让司机停车 并快速跑到飞狼的身边 请求再给他一次机会 但狼牙特战队的考核十分严格 一年才有这么一次机会 所以007是真的没戏了 但天无绝人之路 飞狼给了007另一个选择 那就是加入新成立的霹雳火 也可以成为一名精锐的特种钉 证明给我盘 你是最好的 007无比兴奋地走了 可飞狼却很不轻松 因为这次是军区首长亲自点名 让他去组建霹雳火特战突击队 虽然谭司令舍不得飞狼这员猛将 但也必须服从首长的命令 为了更好地完成这项任务 飞狼决定亲自去挑选队员 竟然不远万里跑到我国西南边境 结果却正好赶上一场好戏 此时一伙毒贩想要逃往国外 但武警战士已经布下天罗地网 就等着他们前来送死 而武警的行动只会尽是个女人 眼看毒贩已经越来越近了 战士们也纷纷将子弹上膛 随时都可以开始收网行动 干 这可是真枪实弹的边境战斗 绝不是小打小闹的军事演习 在武警战士强大的火力压制下 毒贩们瞬间就死伤惨重 但在大白和小灰子的指挥下 他们竟然组织起来反击 可这只不过是垂死挣扎罢 武警战士们收缩着包围圈 不断地收割着毒贩的小命 而在枪林弹雨的战场上 一条黑色的军犬突然出现 他的速度快得像一阵风 很快便追上逃走的毒贩 并冲上去用尖牙利尺撕咬 成功帮助武警们活捉了毒贩头目 飞狼看着这精彩的一幕 高兴得都合不拢嘴 而薛指挥也终于反应过来 飞狼大老远的过来是为了挖墙脚 但飞狼却开始忽悠好兄弟 我不挖你的人 那条狗 黑龙 冠军犬 我看上 可薛指挥却不上这个道 毕竟军犬被挖走了 那他的训导员也要跟着走 你真正看到的是谢思萧 狗是我的狗 人是我的人 你一根狗毛都不想再走 见老薛的态度如此强硬 飞狼也只好使出了杀手锏 直接给军区司令打去电话 而老薛立马表演播变脸绝活 我保证 要狗给狗 要人给人 叔叔 我认识你的军衔 夏氏 在我爸爸的部队里 夏氏可真是少 这个熊孩子出口伤人 但他却有个厉害的老爸 连戒备森严的军营 都成了他到处闲逛的游乐场 甚至还嘲讽守卫 只是个小小的下士 而他的老爸便是大名鼎鼎的 狼牙特战队的总教官飞狼 此时正在楼上向旅长汇报工作 范旅长很重视霹雳火的组建情况 见飞狼带来的教官都是精兵强将 他顿时觉得飞狐旅是检告宝 这时训导员谢思潇也开始自我介绍 他可是武警里的金国英雄女中豪杰 老范也听说他十分厉害 甚至要飞狼亲自去挖人 也是霹雳火唯一的女教官 随后老范注意到旁边的007 并产生了很浓厚的兴趣 毕竟只有他一个人是学员 却被飞狼专门带在身边 肯定是个厉害人物 哪居校毕业的 清华大学 我是广方生 不简单啊 清华大学的高材生 老范对霹雳火的组建充满了自信 并让飞狼留下来叙叙旧 而其余人则回去整理宿舍 可007却耍着小聪明 竟然趁教官们聊天的时候 直接放下行李开始铺床 想要混在教官宿舍里 结果却收获了教官们的嘲讽 觉得他这个小菜鸡的脸皮可真厚 你小的眨眼睛是喘气用的吧 这里是教官宿舍 007见糊弄不过去 只好拿着行李离开 却迎链撞上军犬黑龙 吓得他把行李都丢了 随后警告黑龙不要惹他 毕竟他现在的心情很不好 可黑龙却非要跟他抢辈子 这时谢思潇走了出来 但他并没有上前帮忙 反而靠在墙上看好戏 007见状就来了脾气 让谢思潇赶紧把狗带走 但这却激怒了他 我警告你啊 以后不准再叫黑龙是狗 他和黑龙是同生共死的战友 绝不允许别人的侮辱 可007的嘴却很贱 那不是狗是什么 暴怒的谢思潇直接大打出手 连黑龙也冲出来帮忙 气得007直呼不公平 打架怎么能放狗呢 随后两人再度缠斗起来 结果却是势均力敌见招拆招 短时间内难以分出胜负 而两人的打斗闹出很大的动静 直接把教官们都引来了 两人就这样结下了梁子 年轻气盛的007并不知道 得罪女人的下场有多惨 很快便到了霹雳火选拔的时候 从各部队来了很多参训的菜鸡 飞狼还给他们送上一份大礼 先来500个俯卧撑当开胃菜 如果撑不住的话就趁早滚蛋 毕竟霹雳火可不收废物 注意看 特种部队的总教官却被恐怖分子击杀 突如其来的恐怖袭击让菜鸟们疯狂逃窜 可淡定的007却看穿了一切 这明显就是一场反恐演习 于是他便坐在地上看好戏 发现这群恐怖分子下手贼狠 竟然把卫生队的女兵给打吐血了 一点都不怜香惜玉 而麻烦也主动找上了007 一名恐怖分子走到她的面前 随后发出了单挑的邀请 可007却看出这是一个女人 我从来不打女 别逼我 但对方却竖起小拇指疯狂嘲讽 这下007再也忍不下去了 直接和女人大战起来 甚至抓住机会按住女人 并跟上一套连环西装 顺势将女人摔倒在地 可女匪却不是吃素的 连续几记重踢将007逼退 随后一招兔子登鹰挣脱控制 这时一直装死的飞狼活了过来 所有恐怖分子都摘掉了面罩 全部都是霹雳火的教官们 而谢思潇更是杀气腾腾 他和007并没有分出胜负 但两人都受了一些伤 如今演习结束了 他身为教官也不好继续动手 只好寻找其他刁难007的机会 通过刚才的反恐演习 淘汰了一大批表现不好的菜鸟 身为霹雳火的客战队员 必须要有反抗敌人的勇气 怒夫和胆小鬼是不配留在这里的 随后留下的菜鸟们继续考核 而这次考验的是他们的身体素质 军犬黑龙和谢思潇跑在最前面 简直是出尽了风头 后面的菜鸟们只能埋头硬追 007更是和他水火不容 表示自己迟早要灭了他的威风 结果却被旁边的飞行员嘲讽 打不过就算了 这跑你都跑不过 还在这儿废话 菜鸟们被当成牲口在训练 就算到了大晚上也不消停 而贴心的教官则用出高压水枪 要帮这群燥热的菜鸟们凉快一下 刺头007更是被重点照顾的对象 可他仍然十分嘴硬 让教官们换点新花样 飞行员从一边经过 觉得007真是一条硬汉 可谢思潇却觉得他是在装逼 于是故意针对007 直接用探照灯射他一脸 弄得他根本睁不开眼睛 而总教官飞狼也看出两人不对付 于是好奇地问了一下 菜鸟们接受着高强度的体能考核 很快就又坚持不住的人被淘汰 最终只留下了50人 可飞狼还不满意 直说要再赶走一半的人 而心高气傲的007则站出来 请求立即开始下阶段的训练 并坚信自己能坚持到最后 你不说大话能死吗 连其他菜鸟也觉得007太狂妄 嘲讽他吹牛的功夫天下第一 而飞狼非但不制止学员们的冲突 反而还煽风点火 让007把不服他的人搞定 这个菜鸟实在是太嚣张了 竟然要单挑所有人 有不服的吗 警卫连的宝贵忍不下这口气 要上去给007一个大嘴巴子 可兄弟石头却劝他不要逞强 认为他不是007的对手 随后宝贵故意逼近007 两个大男人都快擦出火花了 多看一眼就会爆炸 而007还趁机装逼 随后两个刺头便大站起来 而007果然有狂妄的资本 刚交手便控制住了宝贵 还顺势将他狠狠地扔在地上 这可把宝贵的脸都给丢光了 于是他立即爬起来再站 一拳一脚都充满了怒火 虽然威力增大了许多 但却是破绽改出 很快007便抓住机会 一手击中他的后脑勺 并顺势夹住他的脖子 两人直接扭打到了地上 并开始一身蛮力的比拼 而007更是使出吃奶的劲 一个过肩摔将宝贵扔了出去 接下来的战斗便是一边倒了 可宝贵却不讲武德 竟然对准007的妖子猛攻 气得他立即将宝贵给扔出去 紧跟一击中踢解决战斗 这一脚直接把宝贵给打出血了 而007还觉得很不过瘾 竟然开始拉仇恨 让石头也上来打一场 为了让石头能够出手相助 宝贵竟打算帮他洗一个月的臭袜子 这才收买了石头上去二打一 而面对两人的猛攻 007先是躲闪事态 再趁机将满夫宝贵摔倒 随后对着石头一顿凶猛输出 见007一打二还占据上风 一旁的女兵纷纷议论起来 觉得007可太帅了 这让飞行员想要灭灭他的威风 不得不说007虽然很嚣张 但却是个实力极强的硬汉 然而连番的车轮站下来 他的体力有些跟不上了 刚开战就挨了一脚 于是只好使出狠招 打的都是关节这些脆弱的地方 直接把宝贵给打飞了出去 还使出犀利的腿法逼退两人 女兵015喜欢帅气的飞行员 于是冲上去打抱不平 这闹得飞行员头都大了 可他却非要和飞行员并肩作战 生气的015冲上去送人头 就他那三脚猫的功夫 根本就不是007的对手 要不是007手下留情 那他早就被打趴下了 但007也觉得很是麻烦 于是直接将他给扔到一边 可他们三个本来就是手下败将 现在顶多是挣扎了一波 而007却大显神威 很快又把三人给打趴下 一教官为了灭掉学员嚣张的气焰 并让他输得心服口服 便让军犬黑龙乖乖坐着 可007却不屑与女人打架 甚至嘲讽一番后转身就走 气得谢思潇直接飞踢上去 却被他用单手格挡住 随后两人便大战了起来 可谢思潇却不是什么花瓶 一个肘击差点就把007打晕 又紧跟一脚重踢将他打倒在地 007被谢思潇的背后偷袭激怒 于是也拿出了全部实力 一个旋风踢踹的他连连后退 但他却趁机再出一脚打中007的脖子 此时的两人都打出了火气 出手也毫不留情 而谢思潇还将007放倒 随后骑在他身上猛烈输出 一连串的重拳就砸了下去 宝贵见状高兴坏了 终于出了一口恶气 我看好你这么老 然而宝贵的话刚说完 局势就发生了今天逆转 007竟反身将谢思潇压制住 刚要挥拳猛攻 就被谢思潇的大长腿夹住脑袋 而他直接将女教官给扛了起来 眼看两人越打越狠 马教官担心会有人受伤 便想要阻止这场争斗 可飞狼却不为所动 这可是在选拔骁勇善战的特种兵 而不是擦破点皮就喊痛的明星偶像 此时谢思潇已经开始落入下风 毕竟高强度地打了这么久 体力渐渐跟不上了 但007却十分扛揍 竟然越打越凶猛 直接一脚将谢思潇给踢倒在地 随后两人为了一决胜负 都孤注一掷地冲锋起来 并拼尽全身力气挥出最后一击 结果却双双摔倒在地 此时两人都已经到了极限 于是飞狼便给了个眼神 马教官知道他的意思 便上前阻止了这场冲突 并宣布两人打成了平手 可两人都不接受这个结果 今天必须要分出个胜负 马教官只好看向飞狼 而他却看热闹不嫌是大 直接让所有人来到靶场上 第一回合比拼的是手枪 两人先从组枪开始 手上的动作都很是娴熟 几乎同时装好开枪射击 并且每颗子弹都打中了尸环 这超神的枪法 直接震惊了所有菜鸟 而在后面的比赛中 两人也是棋逢对手 四次都是平局 这正好就是飞狼想要的 因为现在是残酷的考核阶段 必须要有竞争才能进步 由他成立的霹雳火只要精英 不要混吃等死的咸鱼 而还没有分出胜负的两人 只好进行最后一个项目 那就是使用狙击步枪 射击一千米外的目标 注意看 这两个狙击手竟然在狙击 原来他们用鸡鸽来模拟匪徒 必须隔着一千米的距离 一枪爆头击杀鸡鸽才算过关 而旁观的菜鸟们则很紧张 都认为这是不可能完成的考验 可两人却创造了奇迹 竟然精准命中鸡鸽的脑袋 这下两人都不高兴了 毕竟一山难容二五 就算一公一母也不行 今天必须奋出个胜负 为了让两人发泄心中的火气 教官竟然把火箭筒给拿了出来 这可把后面的小菜鸟们羡慕坏了 而比赛的两人经过一番瞄准后 对准前方的靶子果断发射 直接将靶子给炸上了天 这下大家都看明白了 谢思潇和007简直是天生一对 谁也奈何不了谁 虽然两人并没有奋出胜负 但日常的训练也不能耽搁 就在大家原地休息的时候 007却突然耐不住寂寞 站起来假装要去上厕所 原来当初她在清华大学读书的时候 为了锻炼自己的格斗能力 专门找了一家拳击俱乐部 结果里面的教练却不是她的对手 全都成了她的手下败将 这是一位女教练引起了007的注意 于是她上去用老掉牙的方法搭讪 于是007为了女朋友全力以赴 却没想到这个美女教练特别厉害 她引以为豪的格斗技巧 竟然在对方面前不知一提 甚至还没有过几招 007就被打趴下了 但打输了的007却死缠暗淡 专门请龙丹丹做自己的教练 两人日久生情便成为了情侣 可自从007来参军后 就和龙丹丹失去了联系 此时007正看着女朋友的照片 来缓解心中的相思之苦 可黑龙却一口咬住手机 并带给了训导员谢思潇 这下麻烦可就大了 集训期间禁止使用智能手机 只要谢思潇向飞狼举报 那007立马就会被淘汰 而007为了拿回手机 便对谢思潇使出激将法 让他赶紧去向飞狼打小报告 只要自己一辈赶走 那两人的比赛他就自动获胜了 而心高气傲的谢思潇果然中计 他要堂堂正正地击败007 于是便将手机还了回去 可007却得了便宜还犯贱 我说我请假过要上厕所 你怎么会跟着啊 你那么喜欢看男人上厕所啊 而谢思潇带过很多兵 很清楚他们会玩什么花样 007的借口简直是破绽百出 等谢思潇走了后 007才终于装不下去了 为了给菜鸟们一个惊喜 女教官竟扔出手雷轰炸 吓得007赶紧扔了出去 可女教官又扔出一颗手雷 倒霉的女兵顿时被吓得不敢动 好在男兵冲过来将手雷抢走 可在混乱中手雷突然掉在地上 石头直接扑了上去 用自己的身体保护其他人 而另外三个男兵也压上去 竟然也准备牺牲自己保护他人 可等了很久都没有爆炸 此时看笑话的教官忍不住了 手雷是假的 菜鸟们这才松了一口气 庆幸自己捡回了一条命 可石头却没有了动静 众人察觉不对赶紧把它翻过来 而卫生队的曾队长则赶来检查 发现他是被三个壮汉给压晕了 宝贵见兄弟一直醒不过来 便准备用人工呼吸抢救 只见他张开樱桃小嘴清了下去 好在石头及时醒来保住了清白 刚醒来的石头脑子还很糊涂 不敢相信地看着周围的人 以为大家都被炸死了 石头这才反应过来 庆幸自己也算是死里逃生了 可飞狼却凑着一张脸赶来 并命令所有人快速集合 很明显他的心情很不好 随后他让刚才压手雷的四人出列 当众表扬他们为救战友 而勇于牺牲的大无畏精神 因为霹雳火是救援突击队 最需要的就是这种勇士 但其余人刚才的表现却很不好 遇到危险只知道趴下等待救援 甚至还有两人逃得远远的 而飞狼对逃兵不留情面 根本不给他们第二次机会 直接就将他们给淘汰了 他人的生命 永远要告语我们自己的生命 这就是霹雳火的原则 随后飞狼奖励 舍己为人的四位勇士 他们可以原地休息一段时间 并惩罚其他菜鸟去武装月影 不限时间距离 一直跑到废为止 等到了第二天 菜鸟们迎来了急救知识的培训 而石头因为是第一个压手雷的人 已经为了拯救战友壮烈牺牲了 所以便让他坐在一边休息 甚至可以吃水果喝饮料 享受烈士应该有的最好的待遇 而其余三人则是被炸伤了 急需战友们的紧急救援 随后谢思潇给他们贴上伤口 并说明了受伤的严重程度 其余两人都只是受了轻伤 可到了007这里 谢思潇却故意玩弄他 你 左大腿粉碎性骨折 右腿膝盖以下残缺 疼骨裂伤 肝脏破裂 严重脑震脑 这一连串的重伤下来 就算是超人也快挂了 于是007立即抗议 认为谢思潇是在公报私仇 可现在是在模拟训练 所以不管007有多不情愿 也只好乖乖地当起人肉教主 配合卫生队的曾队长进行讲解 给菜鸟们培训战场急救的相关知识 而谢思潇却在一边偷笑 就在刚才 菜鸟们接到营救人质的任务 可刚进场区就遇到了大爆炸 顿时火光冲天危机四伏 更有人直接被炸飞了出去 宝贵更是吐出一口热血 菜鸟们这才反应过来 就算是演习也会有受伤的威胁 于是军衔最高的曾队开始指挥 让支援组就地建立防线反击 而攻击组则掩护医疗组进入厂房 搜救被恐怖分子抓住的人质 随后大家立即开始行动 可诡异的事情发生了 这一路上并没有敌人出现 这让众人的心中很是不安 担心会有什么阴谋诡计 很快飞行员便找到了仁质 却不让医疗组的女兵进去 表示里面的场景很吓人 让大家做好心理准备 随后女兵们进入房间 只看到了仁质的断手断脚 而007则拿起了断脚 甚至还轮了轮 这可把女兵们给吓坏了 虽然知道这些都是假的 但菜鸟们都没有经过实战 所以还是觉得特别恶心 连增队也被这血腥的阵仗吓到了 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办 只有007还保持着冷静 于是他便接过指挥拳 召集所有人继续搜索 很快便发现被绑在高处的人质 医疗组件状冒冒失失地冲了上去 可007却怀疑这是诱饵 因为这一切都太顺利了 果然敌人立即引爆了炸弹 并从暗处杀了出来 还有狙击手准备收割战场 飞行员召集去营救女兵 却被007给拦了下来 你的百米冲刺速度怎么样 11秒9 好 快去吧 007立即把飞行员推出去 让他当诱饵吸引狙击手的注意力 而自己则开始寻找敌人的位置 好在飞行员的速度特别快 成功拉住了狙击手的仇恨 同时007也找到了目标 当即一枪将谢思潇拘杀 随后还故意送出飞闻恶心塔 可把谢思潇给气惨了 狙击手已经被灭了 支援阻掩护 攻击阻 这下菜鸟们火力全开 与匪徒们猛烈交火 并趁机扔出烟雾弹掩护 快速地冲进厂房营救人质 最终成功抬着伤员从通道撤离 但曾队却发现人质失血过多 必须停下来做应急处理 可其他人却强烈反对 担心会被匪徒追上 但曾队的态度却很坚定 这番话让其他人幡然醒悟 于是007决定放手一搏 让女兵找个安全的房间手术 而男兵们则在附近建立防线 就算要死战到底 也必须拯救伤员的生命 菜鸟们的一举一动 都被幕后的教官们看在眼里 觉得他们终于有了点霹雳火的样子 注意看 小女孩竟被洪水冲走 而妈妈为了救她面临生命危险 亲眼看着母亲惨死 这便是谢思潇深藏心中的噩梦 所以她才来到霹雳火救援突击队 就是为了拯救更多的人 减少这种人间惨剧的发生 随后谢思潇主动找到飞狼 请求以学员的身份参加训练 作为教官他只会打打杀杀 只有成为学员才能学到东西 于是飞狼便同意了他的请求 等到了第二天 谢思潇便在众多菜鸟的面前 换上了零号的学员臂章 众人见状都惊呆了 而007更是嘲讽这个死对头 认为他是被飞狼开除了教官的身份 却不知道谢思潇的悲惨身世 和一星救人的远大志向 如今两人站在同一气跑线上 日常训练中也一直在较劲 而魔鬼教官们也毫不留情 不仅让菜鸟们在尼坑里打滚 还拿出信号枪扫射 只要有人嫌尼坑里脏的 没有彻底趴下去 就会被击中淘汰 等他们通过这一关后 每个人都成了泥猴子 而教官们还把菜鸟们击中在卡车上 让自然风把他们晾干 但是山路特别崎岖 左摇右晃得让人特别想吐 宝贵和石头已经吐了出来 却憋在嘴里又吞了下去 而007也不好受 竟然也学他俩吞了进去 这可把谢思潇给恶心坏了 等菜鸟们身上的泥巴晾干后 教官又带他们去洗澡游泳 进行水下救援的训练 可以向心刀气傲的谢思潇 此时却露出慌张的神情 但越是害怕就越逃不掉 飞狼竟然让他和007比一场 你们两个按照惯例 是不是应该展示一下自己的实力 狂妄的007立马答应下来 要和谢思潇来一场游泳比赛 这下逼得他只能应战 但来到泳池边上时 却又不受控制地害怕起来 007健壮以为他是不会游泳 说完007就扎进了水里 可谢思潇却傻站着不敢下水 这让众人觉得特别奇怪 而007都游出很远了 才发现情况不对劲 回头看到谢思潇还没出发 于是嘴见嘲讽起来 谢思潇被激发出强大的胜负欲 于是硬着头皮跳了下去 而让大家吃惊的是 他竟然游得特别快 很快就赶上了007 两人便开始你追我赶起来 可这时谢思潇却不受控制 想起了童年时的噩梦 就这么闭着眼睛到了终点 整个人也变得很是可怜 这让007觉得很不对劲 没事吧 但谢思潇根本没心情回答 随后飞狼宣布两人平局 并提议加赛一场 这次则是拯救落水人员 谢思潇见状想起惨死的妈妈 害怕得再也撑不下去了 只好撒了一个火 我左腿头的厉害 请求休息 等到伤好以后 我和007在彼此 注意看 这个男人竟然拖着女兵在水里挣扎 你混蛋 是 我是混蛋 原来谢思潇因为心里阴隐 不敢进行水下救援 于是假装左腿受伤申请休息 本以为已经躲过一劫了 可到了晚上休息的时候 她却想起妈妈惨死的画面 顿时便哭成个泪人 而细心的曾队发现她不对劲 便上前开倒她的情绪 这才得知谢思潇悲惨的身世 于是想帮她解决这个心理问题 可两人刚刚准备行动 就遇到跑步回来的007 这么玩干嘛呀 曾队为了保护谢思潇的隐私 于是撒谎要带她去卫生队 好给受伤的左腿上药 好不容易才糊弄了过去 可007却觉得事情并不简单 不对呀 随后两人便来到游泳馆 曾对假装是落水的人员 并在水中挣扎求救 可谢思潇却想起了死去的妈妈 情绪彻底失去了控制 自己反而在水中扑腾起来 跟踪而来的007健壮 立马跳进水里游了过去 上演了一出英雄救美的好戏 而谢思潇上了岸后失魂落魄的 好不容易才清醒了一点 007赶紧追问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但谢思潇却不想揭开心中的伤疤 谢思潇气得转身就走 此时飞狼正在查谢思潇的档案 从里面得知了他悲惨的身世 于是他召集所有人来到游泳馆 并为了帮助谢思潇战胜心魔 将当年的事情全说了出来 007听了这话才终于明白 谢思潇是把黑龙当成了亲人 所以不允许别人叫黑龙是狗 于是他决定再和谢思潇比一次 其他战友们也纷纷加油打气 而在大家的鼓励下 谢思潇夫妻勇气跳进水里 很快便来到007身边准备救援 可007却突然抱住他挣扎起来 就像凶恶的水鬼将他拖进水里 这便是最真实的水中救援情况 溺水者会抓住一切可以抓的东西 如果施救者营救的动作不规范 便会被拖着耗光体力而死 在这种生死关头 谢思潇终于忘记了心中的恐惧 直接一个肘击将007打晕过去 随后他才艰难地将007带上岸 虽然救援的过程很不顺利 但谢思潇却因此战胜了心魔 只有悲催的007受伤 曾对见他嘴里有出血 担心他炉内遭到了重疮 于是要送他去基地医院检查 而愧疚的谢思潇则主动请因 背着007前往医院 但马教官却不放心 想要跟上去帮忙 但飞狼却看得很透彻 这两个酒鬼胆大包天 竟然敢绑架特种兵的女儿 结果却惊动整个特种部队 原来飞狼得知女儿失踪后 便立即与警方取得了联系 并开着车在大街上寻找 此时马教官也打电话过来询问 也得知了蓝牛失踪的消息 这下基地里可炸开了锅 所有战友都想要去帮忙找孩子 可他们人数众多又没有价条 擅自出基地是要被处分的 可战友们却豁出去了 纷纷换上便装就翻墙跳了出去 随后所有人打车到蓝牛走丢的地方 而马教官则打电话给飞狼询问情况 你们都来了 哎呀出这么大事我们能不来吗 你就说吧我们该怎么办 双方赶紧制定好行动计划 飞狼继续开车在大街上寻找 而他们则分成两人小组 倒车进不去的小巷子里搜索 就算把附近区域都翻过来 也一定要找到飞狼的宝贝女儿 这两个人贩子可倒了大霉了 根本不知道自己得罪了什么人物 而蓝牛也不是好惹的 一口就咬到了人贩子手上 拯我大了 拯我大了 曾队听到动静立马赶了过去 正好堵住了两个人贩子 此时两人见她是个弱女子 顿时便起了歪心思 你跟我们走我们就放了小姑娘 曾队虽然是卫生队的军医 但在霹雳火训练了这么久 打两个人贩子还是绰绰有余的 于是将计就计同意下来 而人贩子还有点小聪明 竟然用皮带绑住了曾队的手 这下蓝牛可看不下去了 我跟你说别上的 快你还是个蓝牛 曾队差点就暴露了身份 而人贩子觉得今天可赚大了 一高兴就放松了警惕 定离开了蓝牛面前的匕首 于是曾队趁机将匕首踢开 随后挤脚就把两人踢倒在地 这可把蓝牛给看傻了 于是蓝牛就这么被 有惊无险地救了下来 而飞狼对曾队表示感谢后 便赶紧带着女儿回家休息 等蓝牛睡着后 他却对着全家福的照片陷入沉思 当初他因为忙着训练新兵 忘了去接女儿放学 只好让老婆去接孩子 但老婆刚从国外出差回来 根本就没怎么休息疲劳驾驶 路上竟然出了车祸 这让飞狼悲痛欲绝 认为是自己害死了老婆 甚至不敢对女儿说实话 只能骗他妈妈在国外工作 然而飞狼却不知道 老婆的死和女儿被绑架 都是有人精心策划的 而这个人便是国际恐怖组织 K2的首领白金 此时的他正对手下大发雷霆 注意看 霹雳火的菜鸟们终于迎来了最终考核 而他们的对手竟然是狼牙特战队 居神合成光便是从狼牙出来的 连雷神也受过狼牙的魔鬼训练 面对如此强大的对手 让菜鸟们顿时感到压力山大 只有007还有勇气提问 我们的任务是什么 活下去 飞狼牙根就不指望这群菜鸟能打败狼牙 只是让他们穿过原始森林 想办法躲开狼牙的追捕 活着到达指定的地点 就算通过了第一轮的考核 随后才有资格执行终极任务 而菜鸟们经过了几个月的折磨 终于看到了成为霹雳火的希望 没有谁想要倒在胜利的前方 可飞狼却不当人 竟然让所有人卸下武器 只能带上一把小刀和急救包 这简直就是让菜鸟们去送死 但军令如山 菜鸟们只能照做 随后43名菜鸟浩浩荡荡地进了山 准备徒步穿行50公里的原始森林 大家刚开始还挺兴奋的 觉得能和狼牙对战是莫大的荣幸 就算不幸被淘汰了 那也可以当成吹牛的资本 然而说曹操曹操就倒 狼牙已经杀了过来 好在007听到了动静 赶紧让大家卧倒隐蔽 正当众人仔细观察的时候 狼牙已经逼近到了眼前 可狼牙的敌人瞬间开枪 直接淘汰了三名菜鸟 其他人再也不觉得荣幸了 只想长出飞毛腿跑得远远的 好不容易才摆脱了追捕 众人被吓得惊魂未定 抓紧时间休息喘口气 菜鸟们抱怨飞狼收走了武器 不然他们还可以英勇反击 但现在却只能憋屈逃窜 为了能够突破狼牙的封锁 007便提议大家分成小组行动 他们收留自动武器 我们只有避守 他们是狼我们是羊 让他们玩够了 去而坚持 我们连跑的机会都没了 007的这番话说服了众多菜鸟 于是他们立即开始分组 随后开始各自突围 而在指挥部里 飞狼觉得现在的狼牙太没用了 竟然才干掉三名菜鸟 可指挥雪雕却想要慢慢玩 于是飞狼提醒他 007和谢思霄的实力 就算放到狼牙里也是数一数二的 这下雪雕终于极了 立即下达对两人的通缉令 此时被通缉的两人并不知情 正带着队友们小心翼翼的转移 却突然听到一阵枪声 他们立即隐蔽起来 却发现是另一组的人被狼牙抓住 而他们只能在一边干着急 根本不敢冲上去送人头 这时谢思霄发现有点不对劲 众人赶紧转移 离开这个危险的地方 可007却突然有了个疯狂的计划 就在刚才 女兵谢思霄正在警戒 可老六却突然跳出来偷袭 两人瞬间便缠斗起来 手中的匕首也专攻要害 随后谢思霄才看清老六的真面目 而007却细皮笑脸的 表示他有一个疯狂的计划 邀请谢思霄与他玩一把大的 为了避开狼牙特战队的重重埋伏 007决定带队离开演习区域 冒险绕路前往集合地点 而007和谢思霄体能很强 不用担心这个问题 可其余三人却都是卫生队的 这对他们来说简直是比登天还难 但想要通过最终考核 就只有这一种方法 于是众人决定放手一搏 而007则和谢思霄一起去寻找其他人 此时已经有很多菜鸟们被狼牙抓住 而飞行员却幸存了下来 并带着赵小鸭继续转移 可路上却狡猾摔下山坡 多亏小鸭及时将他拉住 随后来了波及线一换衣 飞行员倒是爬上去了 可小鸭反而却摔了下去 还把手给划伤了 飞行员赶紧担心地查看起来 而小鸭就是个恋爱恼 明明在躲避追杀 却突然表白起来 一番肉麻的话让飞行员很是头疼 因为他早就心有所属 而那个人是飞狐吕唯一的女驾驶员 随后飞行员借着包扎伤口来缓解尴尬 并很好奇小鸭的脑子是哪里出了问题 你喜欢我什么呢 这是个命 此时两人靠得特别的近 连气氛都变得暧昧起来 可007却闪现出来 直接把两人给吓坏了 而谢思潇也开始嘲讽 想亏我们不是狼牙的人 要不然你们俩就死定了 什么时候还在这搞暧昧 飞行员连忙证明自己的清白 并跟着他们一起行动 成功将剩余的菜鸟们集合起来 现在情况紧急 007赶紧说出了自己的计划 让大家跟着他一起绕路突围 但并不是所有人都敢冒险 最终只有18人一起离开 他们为了翻越演习的区域 竟然徒手攀爬悬崖峭壁 冒着被摔死的风险 成功突破了狼牙的包围圈 而战虎的直升机在空中搜索 却没有发现菜鸟们的踪迹 于是猜出他们的疯狂计划 教官们此时也慌了神 外围的原始森林并没有清理过 里面会有很多的危险 如果在演习中出了人命 那后果可是特别严重的 连旅长得知消息后 都着急地赶到指挥部 他们会不会有生命危险 我不知道 旅长 我理解 马上结束这次考核 但总教官飞狼却不同意 组建霹雳火就是为了上战场救人 如果在原始森林里都活不下去 那以后上了战场也是送死 在霹雳火 尊严和荣誉 当然比他们的生命更重要 这群菜鸟刚逃过敌人的追捕 却又一头撞进了鬼门关 面前竟是一眼望不到头的沼泽地 当年的居神和陈光那么厉害 可穿越沼泽都差点丢了命 现在的菜鸟们更是担心小命不保 纷纷打起了退堂鼓 可想要当特种兵 穿越沼泽简直就是必考项目 他们现在也没有了退路 于是只能硬着头皮冒险出发 一群人拿着木棍在前探路 小心翼翼地前进着 可沼泽里的恶臭传来 让众人想吐却也吐不出来 毕竟他们一整天没有吃东西 肚子早就被饿扁了 他就看到了一只兔子 饥饿的众人眼睛直冒绿光 谢思潇更是猛地冲了出去 超快的速度震惊了所有人 他就是把自己当黑龙屎 林浩 你小心点 这话让其他人觉得很是奇怪 没想到一向狂妄的007 竟然还会关心人 而谢思潇成功抓到了兔兔 准备今晚请大家吃麻辣兔头 正当队友们欢呼雀跃的时候 意外却突然发生了 谢思潇竟然陷进了沼泽里 不仅没办法脱身 还不断地往下沉 谢思潇知道自己是九死一生了 却不想让兔兔给他陪葬 于是奋力将其扔给队友 并阻止队友们的救援 可队友们怎么会见死不救 而007更是集中生智 让大家把腰带都解下来 并将所有腰带捆在一起 此刻的他们终于成为了一个整体 随后007冒险前去救援 但自己也不慎陷了进去 谢思潇见他舍命相救 顿时感动地流下了泪水 而007将救命的腰带扔了出去 成功交到了谢思潇的手里 于是身后的队友们齐心协力 要把两人都从死亡的沼泽中拉出来 可这时腰带却突然断裂 007赶紧给谢思潇加油打气 随后他使出了全身的力气 才终于救出了谢思潇 之前007帮谢思潇水中战胜星魔 现在又在沼泽地里舍命相救 此时近距离看着007的脸 竟然让谢思潇有些怦然心动 赶来的队友在一边吃瓜 觉得两人的关系很是奇怪 抱歉 打扰了 现在人已经救出来了 菜鸟们不敢在沼泽里逗留 于是继续赶路 而007也察觉出谢思潇对他的心思 于是他拿出大老爷们的气势 找到谢思潇要好好谈谈 表示自己已经有女朋友了 让谢思潇扑灭心中的小火苗 咱们俩爱情不成 友情在 007的话都说到这个地步了 谢思潇也就没有再纠结 两人约定好以后还是竞争对手 不会被儿女私情所拖累 从没见过这么嚣张的部队 竟然拉上横幅欢迎敌人来送死 而躲在山坡上的菜鸟们见状 每个人都气得咬牙切齿 决定端掉这个嚣张的据点 于是石头和宝贵出去当诱饵 仗着以前是景卫廉的老班长 竟然和敌人套起了近乎 还表示虽然现在是演习作战 但大家都是一起站过岗的好兄弟 现在想找兄弟们要点水喝 可对方却觉得这样不符合规定 宝贵一听立马就来了脾气 在两人轮番的道德绑架下 景卫廉终于受不了良心的谴责 于是就扔出了水壶 而石头还装出特别渴的样子 成功让对方放松了警惕 随后他将水壶给扔了回去 可宝贵却劝机扔出磕首雷 景卫廉见状赶紧躲闪 但007和呆鸟闪电般杀出 很快便解决了所有的敌人 这可把守卫们给气惨了 原来菜鸟们之前成功通过了考核 在规定时间内到达集合点 成功接到了终极任务 营救敌战区内的伤员 而这次他们可以挑选自己的武器 真刀实枪的和敌人大干一场 不用再像老鼠一样到处逃窜 这下菜鸟们全都兴奋起来 一定要干掉狼牙一雪前尺 每个人都武装到了牙齿 而007还准备带上单兵火箭筒 可待鸟却嫌弃这事的老古董 你别看他老 对付敌人的复战车 或者机箱阵地什么的 没有比这更好使得了 此时不情愿的呆鸟还不知道 就是这个老古董帮他立下大功劳 随后菜鸟们出发进入敌战区 他们憋了一肚子火 急需寻找目标发泄一下 刚好石头发现了警卫连的熟人 对兄弟下手当然要重拳出击 所以才有了开头的阴谋轨迹 而干掉了以前的好兄弟后 石头还拿着他们的对讲机 和老连长联络感情 石头这简直就是跳脸嘲讽了 而007件目的达到后 便下令立即撤退 临走时还把据点给炸了 真男人从不回头看爆炸 而被挑衅的连长可气炸了 立即带兵赶来围剿菜鸟呢 结果却是扑了个空 这正是007想要创造的机会 只要敌人赶过来支援 就会削弱其他地方的防守力量 这样他们就可以到处打游击战 毕竟敌人在明处 而他们在暗处 菜鸟们赶紧寻找下一个倒霉的目标 很快便锁定了公路上设立的关卡 这次可就没有熟人了 所以不能再用阴谋诡计 只能痛痛快快地打一场 特种兵穿过枪林弹雨去营救人质 可目标竟然是头老母猪 菜鸟们见状都傻眼了 这就是走救对象 猪猪侠 对狼也太损了吧 然而不管他们有多不情愿 也必须完成救援任务 为了检查老母猪身上的伤口 007便硬着头皮上去将它按住 可它却立马发出杀猪般的惨叫 于是呆鸟也上去进行安抚 没想到这个老母猪也很好色 竟然被帅哥一摸就安静了下来 随后层队便上去进行检查 发现老母猪的腿伤得很重 必须立即做急救措施 这可把所有人都难到了 虽然他们接受过急救培训 但那都是用来救人的 这就猪的事情根本没有经验 但如今没有其他办法 只能死马当作活马医 先给老母猪打麻醉再手术 有个问题 怎么了 猪用多大伎量 这话直接把所有人干沉默了 而层队也管不了那么多了 稀里糊涂地就开始急救手术 可此时狼牙的追兵却赶了过来 其他人立即建立防线迎战 为手术争取时间 但敌人却越来越多 好在女兵也加快了速度 很快便完成了手术 于是菜鸟们立即开始撤退 但狼牙却紧追不舍 007见状让其他人先走 他则和谢斯霄留下来布雷 两人刚把地雷买好 敌人就追了过来 结果正好一脚踩到陷阱 众多追兵就这么领了便当 菜鸟们成功救出了老母猪 可还没来得及庆祝 魔鬼教官飞狼却联系上他们 这可把大家都给吓坏了 不知道他是怎么进入内部通讯的 原来是宝贵被飞狼抓住 而另一名伤员也在他的手里 你们的任务核心是 营救出两名搜救目标 救出一个不算数 这下菜鸟们都绝望了 如果想要完成任务 那就只能去袭击指挥部 可这不就是去送死吗 更可怕的是 飞狼竟然要在两个小时候 杀了宝贵和搜救目标 这可把菜鸟们逼上了绝路 我们现在前有毒尖 后有追病不是功力 两个小时怎么可能完成 除非他们能插上翅膀飞过去 而007却灵机一动 抬头看见有直升机飞过 于是想到一个疯狂的计划 这时搜救直升机突然收到求救信号 并发现曾对昏迷倒在地上 崔参谋见前期有事顿时心乱如麻 马上就降落了下去 并带人冲了过去 结果却中了菜鸟们的轨迹 他们刚上了直升机 女兵们就瞬间拔枪劫持了他们 还把他们的衣服扒了下来 此时崔参谋才知道自己上当了 虽然崔参谋心里很憋屈 但看见前期没有出事 也就没有再追究下去 还猜出菜鸟们要骑西指挥部 于是好心提醒他们 还有其他直升机在护航 他们是很难混过去的 可女兵们却很自信 让他等着看好戏 男人竟然对着天上打飞机 只为证明自己的火箭捅威力无穷 而开飞机的更是他暗恋许久的女人 寒好鸟被击落了 气得他一定要找凶手算账 刚降落就大发雷霆 如此嚣张的态度让众人不屑 谢思骁更嘲讽他已经是尸铁 有什么可豪横的 这可把寒好鸟气得说不出话 随后打飞机的呆鸟闪亮登场 寒好鸟可是飞狐旅的王牌飞行员 飞行技术更是碾压众多男兵 简直就是空中的母老虎 而呆鸟更是被他击落了18次 一直都是他的手下败将 可这次却用四灵火将他击落 这让寒好鸟无法接受 抢过火箭筒就要打人 却被队友给拦了下来 就这样菜鸟们成功抢了两架直升机 每个人都无比的兴奋 准备去骑袭指挥部 给飞狼一个大惊喜 此时飞狼则带着手下行动 也要和菜鸟们好好玩玩 他们找了好久都没发现菜鸟的踪迹 却正好看到有直升机飞过 而为了能够顺利到达指挥部 该鸟便冒险联系上鹰巢 假装直升机出现了故障 需要到指挥部进行维修 凭借他出色的演技 成功骗鹰巢去和指挥部联系 这时饿惨了的马教官正在吃泡面 却收到有直升机停靠的请求 因为是鹰巢发来的消息 所以他并没有怀疑有问题 还照常给飞狼做了汇报 然而飞狼的经验却觉得不对劲 飞狼意识到有人偷家了 可马教官却傻乎乎的出去迎接 结果直接撞到了菜鸟们的枪口上 还没来得及反应就阵亡了 而007更是霸气下令 见到指挥部的人就格杀勿论 这时俘虏宝贵听到枪声 顿时觉得自己有救了 可守卫却围了上来 因为飞狼临走前交代过 一旦出现了什么意外 就立马枪毙宝贵和猪八戒 于是宝贵便哭哭啼啼地演起戏来 希望在最后的时间里 可以和一起当俘虏的猪八戒好好告别 守卫觉得他脑子有问题 便好心地给了这次机会 但宝贵的声音却越来越大 成功被兄弟石头给听到了 于是带着队友前去营救 从背后干掉了两名傻瓜看守 将宝贵和猪八戒都救了下来 随后赶紧登上了直升机撤离 这时飞狼他们才姗姗来迟 只能看着他们越飞越远 虽然菜鸟们靠的是阴谋诡计取胜 但打仗就是要不择手段 而飞狼也为菜鸟们感到高兴 从此刻开始 他们已经出师了 霹雳火突击队终于成立了 队员们经历了千辛万苦 从各种魔鬼训练中脱颖而出 如今才能站在篝火前郑重宣誓 要将生命与荣耀献给霹雳火 而魔鬼教官飞狼也大发慈悲 给了他们几天假期 还举办篝火晚会来庆祝 但他们之前营救的老母猪 现在却成了令人流口水的盘中餐 宝贵和石头两兄弟负责烧烤 而其他人则和战虎的飞行员连欢 扬眉吐气的呆鸟找到老战友们 用可乐带酒向他们赔礼道歉 因为他在演习中偷偷打飞机 用火箭弹击落了含好鸟 结果却惹出了大麻烦 他竟然叫上战虎所有的直升机 直接把正在返航的霹雳火堵住 所有人见状都慌了神 连聪明的007也没有了办法 毕竟人家全都是武装直升机 这在天上又是战虎的地盘 他们根本就打不过 想逃也逃不了了 疯了吧 于是明明演习胜利的霹雳火 却被当成犯人一样压送回了基地 而战虎所有的飞行员气势汹汹地赶来 宝贵健壮觉得一场大战在所难免 但呆鸟却不想把事情闹大 于是上去对以前的队友们道歉 表示他们用轨迹抢走直升机 的确是迫不得已的事情 而现在演习已经结束了 可千万不要因为一时之气 就调起两队之间的冲突 所有飞行员都笑了起来 原来他们是来欢迎霹雳火 并不是要打群架 其他人这才知道是虚惊一场 所以才有了晚上两队的联欢会 飞行员这边有说有笑的 可零零七却是愁眉苦脸 谢思潇看出她有心事 便问她放假有什么安排 要不要一起去看个电影 可零零七却已经有了计划 那就是去寻找断了联系的女朋友 还劝谢思潇不要把心思放在她身上 谢思潇是个心高气傲的女人 现在被零零七这么一拒绝 顿时便伤透了心 立刻起身离开 并找了个无人的地方 抱着黑龙就哭了起来 此时零零七也待不下去了 于是找到飞狼申请提前离开 并说清楚了原因 而飞狼很看好她和谢思潇这对冤家 便忍不住打听起来 飞狼担心零零七被人玩弄了感情 但她却铁了心要找到龙丹丹 弄清楚对方突然消失的原因 飞狼见她心意已决 便同意让她提前离队 可谁也想不到 零零七这一去竟然闯下了大火 特种兵一放假就去找女朋友 却发现女友和大老板有说有笑的 零零七顿时觉得戴了绿帽子 可女友见到她却脸色大变 转身狂按电梯想要离开 而零零七则冲了过去 保安根本就拦不住 面对突然改名换姓的女友 零零七觉得她是这么的陌生 自己去当兵的这段时间里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于是她拦住女友的去路 一定要问个水落石出 而背后监控的警方健壮 顿时觉得大事不妙 赶紧派一组队员过去 为了不暴露身份 还专门伪装成混混闹事 而龙丹丹趁机上了电梯 零零七见状便被逼急了眼 直接就动起了手 虽然这些混混是警察伪装的 但她可是训练有素的特种兵 现在发起风来更是战斗力爆炸 很快便将众人全打趴下了 这下另一组警察也只好不再伪装 站出来将所有闹事的人带走 并且给零零七特殊照顾 送给她一副银手镯 于是一个好好的特种兵 就这么被压上了警车 而警察还很好奇是哪里来的愣头青 于是便查找起零零七的资料 结果发现了她军人的身份 这时便传到了飞虎旅旅长这里 老范便将飞狼叫了过去 让她看看自己带的兵 到底都做了些什么混账事情 旅长发现我会处理 随后飞狼便赶到警局里捞人 还让零零七别再去找龙丹丹 可她现在被爱情冲昏了头脑 非要闹着搞清楚事情的真相 否则就算死也不会瞑目 而飞狼很了解零零七的倔脾气 所以提前就做好了准备 竟把龙丹丹给带了过来 可女人的态度却很是冰冷 女友的到来让零零七很激动 但龙丹丹却让她别再纠缠 还表示自己从来没有爱过她 这让零零七心碎的痛哭流涕 却仍然拦住龙丹丹不让她走 于是龙丹丹只好说出背后的真相 这是一个特别狗血的故事 原来她是被富豪包养的女人 当初觉得零零七是清华大学的高材生 以后一定能赚到很多钱 所以才答应她的追求 可没想到她竟然去当兵 零零七给踹掉 这残酷的事实让零零七崩溃了 贪坐在椅子上痛哭流涕 而飞狼见她这么窝囊的样子 心中是恨铁不成钢啊 但还是忍耐下来好言相劝 而零零七根本就不知道 龙丹丹所说的都是骗她的 她真实的身份其实是警方的卧底 正在调查国际恐怖组织K2 所以绝对不能暴露身份 特种兵竟然跑到酒吧里独自买醉 可美女却冲出来抢她的酒喝 看得零零七一个劲的鼓掌 于是两人便转移了战场 只见谢思潇大拇指一弹 竟然直接开了一瓶酒 还要和零零七接着喝 但零零七已经喝得满脸通红啊 于是不想和她比瓶酒量 而女中豪杰的谢思潇很是痛快 进来了个先干为敬 直接对着酒瓶口就吹了起来 一定要赶上零零七之前喝的进度 这下让零零七有些怜香惜玉了 便让谢思潇别再灌酒 可她却根本不停劝 气得零零七直接把酒瓶给扔了出去 此时的零零七再也没有以前的义气风发 她现在只是一个失恋的心碎男人 所以自古英雄难过美元关了 就算你是身经百战的特种兵 也照样会吃爱情的苦头 而零零七更是跪在地上哭喊 谢思潇见状无比心疼 情不自禁地从背后抱住她 还骂零零七就是个王八蛋 两人在酒精的作用下 哭哭啼啼地抱在了一起 谢思潇更是主动诉说自己的感情 之前担心零零七有女朋友 所以一直在克制 但现在却不用再压抑了 而忘掉一段感情的最好办法 那就是开启一段新的感情 零零七也算是想明白了 这两个欢喜冤家总算在一起了 而在另一边 傻大哥宝贵也走了桃花运 他和兄弟石头正在逛街 却突然遇到了车祸 一个老头被撞得头破血流昏迷不醒 而宝贵见状则上去进行急救 成功将老头给弄醒了 围观群众纷纷鼓掌 而救护车也终于赶到 但两人做好事不留名 于是悄悄溜走了 而美女却发现他们留下的东西 并从里面翻出了宝贵的证件 于是老头一出院 便带着锦旗找到部队 还请人敲锣打鼓要感谢救命恩人 正好赶上旅长从外面回来 得知事情经过后 便带上妇女二人去找宝贵 小姑娘一见到宝贵 立马激动地跑到面前 宝贵这才想起之前救人的事情 刘老头更是为了感谢救命之恩 竟然带着女儿就跪了下去 吓得宝贵连忙将两人扶了起来 旅长特别高兴手下的兵做了好事 于是让宝贵送送两位客人 而刘老头也看出女儿对宝贵有意思 便找了个借口先溜了 让两个年轻人单独聊聊 可宝贵却是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 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关键时刻还是小情主动出击 我觉得当天挺好的 我就喜欢穿金装的男人 所以兄弟们还是要多做好事 说不定老天爷就奖励一个女朋友呢 人前她是威风八面的魔鬼教官 可在家里却连女儿都敢凶她 爸爸 这一能的小点 我在写作业呢 于是飞狼便准备关掉电视 却突然看到一条紧急新闻 这突如其来的灾难让所有人震惊 正所谓一方有南八方支援 旅长便召开了紧急会议 因为飞狐旅是空中支援部队 正是抗震救灾的重要力量 所以要做好万全的准备 只等上面的一声令下 他们就会全军出击 好第一时间到达现场救援 而霹雳火和战虎一起打头阵 将深入灾区摸清楚现场情况 出发前飞狼向大家作战前动员 这是霹雳火成立后的第一次任务 所以他要求大家全力以赴 虽然不是上战场杀敌立功 但拯救千万灾区人民的生命 是更加光荣的艰巨任务 而飞狼还让大家赶快睡一觉 等到了灾区就没有睡觉的时间了 他们将不眠不休地展开营救 可宝贵却默默流泪 因为他家就在阵区 很快上级就下达了出发的命令 战虎的直升机立即起飞 而地面的战士们见状纷纷进入 希望打头阵的勇士们能平安归来 很快战士们就来到了灾区上空 并前往指定的降落点 随着高度的不断降低 他们也看清了地面的惨状 放眼望去全是建筑的废墟 就连大片的山体都被震得四分五裂 而飞机还没停稳 飞狼便和老崔前往指挥部 战士们则原地待命 可宝贵却看着面前地狱般的惨景 没有一点记忆中家乡的样子 此时飞狼两人到达了指挥部 首长健壮表示欢迎 并立马交给两人一个艰巨的任务 此次地震的重灾区是文蓝县 但县城的通讯早就中断了 并且道路也被山体滑坡堵住 地面的救援部队一直在疏通道路 可总是有不断的余震发生 估计还要几天才能把路打通 但受灾的老百姓可等不了这几天了 然而此时起飞也是危险重重 因为灾区上空的气流十分不稳定 而且地面的情况也无法确定 直升机强行降落很有可能会击毁人亡 这时飞狼却想出一个好办法 既然直升机降落这么危险 那就让霹雳火从高空跳伞进入县城 这样不仅能搞清楚灾区的情况 还可以找到适合激将的场地 引导后续直升机的降落 但如果采取这个方法 那霹雳火的成员可就危险了 连首长都觉得太过于冒险 地震中心乱世灵 倒台的建筑物也有钢筋裸露 你们这是冒着生命危险的 他人的生命高于自己的生命 请首长批准 这是根据汶川大地震改编的真实故事 为了拯救60多万的受灾群众 搜救队决定从高空跳伞进入县城 可首长担心他们会一去不回 便让他们给家人写一封遗书 我会让大家写 不过不是遗书 是请假书 好兵 你们真是好兵 深受感动的总指挥批准了飞狼的计划 于是霹雳火全员登上飞机出发 很快便来到了县城的上空 可这时却遇到了强烈的气流 为避免击毁人亡 他们只能提升直升机的高度 一直到了5500米的高空 才终于摆脱强烈的气流冲击 但也意味着霹雳火将从这里跳伞 而下方又是浓厚的云层 根本看不清地面的情况 就这么忙跳下去 简直就是在送死 在死亡的巨大恐怖面前 众人都陷入了沉默 而呆鸟却出来活跃气氛 虽然众人心中都有些害怕 但为了拯救受灾的老百姓 他们仍然勇敢地戴上氧气罩 全都义无反顾地跳了下去 就连军犬黑龙也被绑着 体验了一把高空飞行的感觉 很快战士们就穿过了厚厚的云层 为了不摔成一滩肉泥 他们赶紧拉开了降落伞 从千米的高空上缓缓落下 此时地面灾民们十分绝望无助 却突然发现空中跳伞的战士们 就像看到了降临的天使一般 而上天也在保佑霹雳火的勇士们 让他们找到一片开阔的地方 全都安全地降落下来 可就在队伍集结的时候 飞狼却发现少了两个人 原来是宝贵在降落时发生了意外 竟然掉到了一片建筑的废墟上 并且更恐怖的是 裸露的钢筋直接扎进了他的腿里 石头见状都吓傻了 准备向飞狼报告求援 但宝贵却坚决不让 毕竟轻伤不下火线 如果让飞狼知道他受伤了 那就一定会退出救援行动 可这里是宝贵的家乡 而且他还没有家人的消息 所以他必须亲自参与救援 不能成为伤员在一边袖手旁观 石头知道他的倔脾气 于是准备先把他救出来 而宝贵则咬住手套强忍剧痛 石头没心情搭理宝贵的苦衷作乐 只是专心地给他包扎起伤口 随后两人迅速赶过去集合 但曾队却发现宝贵腿上有血迹 于是询问发生了什么事 而宝贵则撒谎是降落的时候 被树枝给划伤了 并不会影响行动 甚至还蹦了几下来证明 吓得石头赶紧把他给拉住 而飞狼并没有再追问下去 毕竟现在的当务之急 是抗震救灾的事情 随后霹雳火立刻进入县城 并见到了大批的受灾群众 为了让老百姓们放心 飞狼立即保证大部队就在后面 请大家放心 你们灾区的每一个受灾的群众 都会得到极其的救助 文蓝县突发7.8级大地震 整个县城都变成了一片废墟 全国各地十分关注灾区救援情况 而蓝妞看见正在救人的飞狼 因为担心爸爸的安全 竟忍不住哭了出来 毕竟霹雳火从5500米高空跳伞 冒着生命危险才到达文蓝县城 并组织还有行动能力的群众 一起去清理广场上的废墟 战士与百姓们齐心协力 只用了一个小时 就清理出大片的空地当临时机场 而陆航部队则立刻带上物资出发 并在霹雳火的指挥下 安全地降落到了县城里 所有人见状都欢呼起来 战士们也搬出了大批的物资 马不停蹄地开始救援行动 挖掘被压在废墟下的伤员 并建立起临时的灾区医院 争分夺秒地拯救重伤的老百姓 而奋战许久的霹雳火也没有休息 同样加入搜救的行动中 为了同死神赛跑 飞狼决定让大家分成小组进行搜救 而零零七泽和谢思潇一起行动 飞龙是专业的搜救犬 鼻子也特别的好使 很快便发现了伤员 两人连忙上去查看情况 发现是个小女孩被压在废墟下面 她的双腿被压住失去了知觉 于是谢思潇立马展开营救 可上面压着的都是水泥板 她一个人的力量根本抬不动 而零零七还发现了一个恐怖的问题 废墟下面全都是建筑物的碎渣 一旦动了上面的水泥板 破坏了整体的平衡 那所有的东西都会压下去 到时候小女孩就真的没救了 小妹妹 你坚持住我啊 叔叔那你快点点救我吧 我有点困了 千万别睡觉 不能睡觉啊 此时的小女孩已经失血过多 如果就这么昏迷过去 那就再也醒不过来了 零零七知道现在的情况十分危急 于是把自己身上的装备都拖了下来 准备从洞口钻进去救人 而谢思潇担心零零七的安全 便争对要钻进废墟 不行 你个是比我小 但是你的兄比我大 你胡说什么呀 零零七可没有胡说 这个洞口就那么窄 就在两人争执的时候 黑龙却凑上来往洞里钻 零零七赶紧让他去一边待着 自己则扒开洞口的残渣 并小心翼翼地钻了进去 一边爬海一边和小女孩说话 陈妹妹 你千万别睡着啊 坚持住 然而小女孩却没有精神回应 这可把零零七急坏了 赶紧询问他喜欢听什么歌 甚至要当场唱《雇佣者》给他加油 然而小女孩却喜欢听笑歌 直接把零零七给难住了 叔叔你什么都不关注了 那我不听了 我要睡了 好在零零七集中生智 干脆让小女孩把歌词念出来 好让他始终保持清醒的状态 而零零七则加快救援的动作 一定要把小女孩给救出去 特种兵正在废墟下营救小女孩 可这事意外却发生了 给我 使劲 不如其来的余震 吓得零零七猛地扑了上去 用自己的身体保护小女孩 等余震停了后 他又将头盔给小女孩戴上 正准备带孩子出去 可凶猛的余震再次袭来 竟把整座废墟给震塌了 谢思潇见状赶紧上去营救 着急地大喊零零七的名字 可废墟之下却没有任何回应 于是绝望的他立即呼叫飞狼 让队友们赶紧过来支援 很快大家就都赶了过来 却看着现场无计可施 好在下面有钢架撑着 零零七和小女孩才躲过一劫 但孩子的情况却很不好 我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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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处都疼 零零七闻言赶紧查看情况 却发现一个残酷的事实 小女孩的腿已经废了 但为了鼓励小女孩活下去 零零七只好说出善意的谎言 你的腿没事 但这样拖下去也不是办法 余震随时都有可能袭来 于是零零七大声呼喊队友 让他们想想办法清理废墟 随后开始安抚小女孩的情绪 问她如果被救出去后 最想做的是情是什么 这么简单的一个愿望 让零零七更加心疼小女孩 于是保证出去后就让她喝可乐 此时地内的队友们也想到了办法 准备通过管道将营养液送进去 好保证零零七和小女孩不会被饿死 飞狼则去寻找专业的地震救援队 只有他们才能将危险降到最低 而零零七则用东西绑住小女孩的腿 防止她因为失血过多而休克昏迷 同时谢思潇也开始行动 将输送管绑在黑龙身上 并让黑龙钻了进去 可小叶子却撑不住了 眼皮子越来越重 而零零七急得都哭了出来 好在黑龙及时赶了过来 看着无比英勇的黑龙 小叶子重新振作了精神 随后零零七拿下了输送管 并让黑龙赶紧离开这个危险的地方 可黑龙却想留下来陪着两人 聪明的黑龙这才听话地离开 而零零七则用对讲机与谢思潇取得联系 让他把营养液通过输送管传进来 这才让饿了几天的小叶子吃上东西 此时飞狼带着专业队伍赶了过来 并立刻展开了救援 很快便将被困的两人救了出来 而谢思潇看着昏迷的零零七 顿时便哭了出来 两人经历千辛万苦 才终于确定了恋爱关系 要是零零七出了什么事 那他也活不下去了 可零零七的嘴角却扬了起来 谢思潇见状终于反应过来 伸出手去挠痒痒 零零七却立马跳了起来 男人竟敢疲劳驾驶直升机 结果却突然从高空坠落下去 就在刚刚 飞狐旅为了给灾区运送救援物资 已经两天两夜没有睡觉休息了 而参谋长老崔因为长时间飞行 困得都要睁不开眼睛了 本打算飞完这一趟就休息 结果却突然遇到复杂气流 运输机直接坠落下去 更恐怖的是引擎也失灵了 就算老崔是飞狐旅的王牌飞行员 现在也没有了任何办法 等待他的只有击毁人亡的结局 韩豪鸟赶紧向指挥部汇报情况 而首长则派出各单位前去搜救 霹雳火得知消息后也全员出发 毕竟他们与战虎是兄弟单位 飞狼和老崔更是多年的兄弟 不惜一切代价也要找到他 因为猎鹰坠落在原始森林中 很有可能会遇到凶猛的野兽 于是战士们全副武装以防万一 可山谷中有浓雾笼罩 看不清楚地面的情况 直升机根本不敢降低高度 只能让霹雳火成员所降到森林中 可他们也没有明确的搜索方向 一群人顿时变成了无头苍蝇 在原始森林里到处寻找 好在黑龙的鼻子十分给力 竟然闻到了什么东西 带着大家找到了猎鹰坠毁的地点 却发现直升机已经摔成了一堆破烂 如此惨烈的情况下 根本没有人能够幸存 但飞狼却固执地不肯相信 立马带着队友上前去破拆 结果却发现直升机里面是空的 这让所有人都重新燃起希望 纷纷散开去寻找失踪的老崔 但想在原始森林里找一个人 那难度简直就是大海捞针 其他人都没有任何发现 关键时刻还得看飞龙 他低着头不停地在闻些什么 而007和谢斯肖则跟上他 竟然找到了老崔掉落的头盔 随后黑龙带着两人来到湖边 并对着湖面使劲叫着 两人定睛一看 这才发现飘在湖面的老崔 于是007立即向飞狼汇报 很快霹雳火就全员赶到 并划着皮法挺前去营救老崔 很快就来到他的身边 随后几人齐心协力将他给拉了上去 就这样成功地把老崔救上了岸 并赶紧运上了直升机 飞狼还给老崔做起了心脏复苏 见他一直都没有醒过来 手上的劲也越来越大 老崔终于死里逃生了 而在这次的救援行动中 黑龙才是那个最大的功臣 飞狼可是流血不流泪的硬汉 可如今却跪在地上 哭得像个孩子一样 原来霹雳火完成了抗震救灾的艰巨任务 他们刚刚回到了飞狐旅的基地 而为了迎接平安归来的勇士们 不仅有文工团为他们演奏 还有家属们在一旁欢呼 飞狐旅的旅长和郑伟也在此等候 欢迎英雄们荣耀归来 旅长的情绪最是激动 连忙夸他们都是最好的兵 并率领其余战士们线上崇高的敬礼 随后旅长爽快地让大家解散 好让战士们和家人团聚 而蓝牛则向飞狼飞奔过去 父女俩紧紧地抱在一起 而飞狼看向身后的人 却顿时傻在原地 因为那是他多年未见的爸妈 高妈一见到儿子 顿时就老泪纵横起来 抱怨他很多年都没有回家看看 而高爸的态度却十分严肃 明显和儿子有很深的矛盾 原来老头子的身份很不简单 他是武装直升机的总设计师 所以一直希望飞狼能成为飞行员 开着他设计的飞机在空中翱翔 但飞狼却像是脑子坏掉了一样 竟然跑去狼牙当特种兵 放着天上飞的不要 非要成为地上跑的泥腿子 于是父子俩大闹了一场 差点就断绝了父子关系 要不是飞狼去抗震救灾 家里只剩下拦牛无人照顾 两位老人家才过来带孩子 否则高爸老死也不会和飞狼见面 而如今飞狼也成了父亲 知道当爸爸的有多不容易 终于主动扶软跪在地上 哭着求老父亲的原谅 而高爸颤抖着摸了摸儿子的头 父子俩此时才放下了心中的矛盾 一边旁观的队友们也纷纷落泪 被飞狼的硬汉柔情所感动 这时高爸拿出手帕 准备给儿子擦去眼泪 可飞狼却拿着给老父亲擦 随后祖孙三代其乐融融地逛了起来 而霹雳火因为在抗震救灾中的英勇表现 所以全员都得到了二等功的奖章 这让石头感到特别兴奋 便准备给老爸打电话报喜 但奇怪的事情却发生了 电话一直都没有人接 于是石头只好给妹妹打去电话 然而妹妹却很慌张 表示老爸并不在家 让石头过一会儿再打电话 可妹妹挂了电话后 却在医院的手术室外哭泣 随后还把手机给关机了 这明显是出大事了呀 而石头也开始觉得不对劲起来 直觉告诉他妹妹有事瞒着他 注意看 男人被压在砖头堆里奄奄一息 这是一名解放军听到声音赶来 立即对男人展开了营救 很快便将男人给抬了出来 战士起身就要去联系医院 可更恐怖的事情发生了 于是战士赶紧跑了上去 拼尽全力在废墟上挖掘起来 成功找到了重伤昏迷的女人 就在战士准备带女人出去的时候 可后面的墙却突然倒塌 吓得他赶紧把女人给推了出去 但自己却被落下的砖头给砸死了 而石头便是这名烈士的儿子 他被活下来的夫妻俩收养 更是在养父的教导和期望下 参军入伍成了一名特种兵 并参加了汶川的抗震救灾工作 还获得了二等功的奖章 于是想和养父分享立功的喜悦 可养父却因为脑癌住院了 为了让石头安心地待在部队 他竟然不准任何人说出去 但石头还是觉得不对劲 于是请假回到老家探亲 结果却得知养父住院的消息 他着急地一路狂奔赶到医院 随后站在病房门口心中无比愧疚 此刻铁打的汉子也露出脆弱的一面 竟双腿无力地跪在地上 正当石头痛哭无助的时候 飞狼却突然出现安慰他 表示就算天塌下来了 也有战友们和他一起扛 石头被这真挚的战友情感动 而医生这事也出来了 告诉大家病人已经脱离危险 这让兄妹俩十分高兴 可医生却还有一个坏消息 虽然病人的肿瘤被切除了 但有一部分的神经已经坏死 导致病人很有可能站不起来 必须接受后续的治疗才能缓解 但这就要花很多的钱 一连串的坏消息让石头慌了神 不知道现在该怎么办了 好在乡亲们都是大善人 纷纷给石头家捐款 虽然有多有少 但都是大家的心意 不过这点钱还是远远不够 于是石头做出一个艰难的决定 他单独找到飞狼商量 石头这也是没有办法了 都说忠孝两难全 部队少了一个特种兵 并不会有什么影响 可如果老爹身边没人照顾 那肯定是不行的 而且妹妹迟早是要嫁人的 石头作为家里的顶娘柱 不想耽误妹妹以后的婚姻大事 也不想让老爹无人照顾 所以就只能选择退伍这条路 舍得离开皮鸡 我舍不得 我非常舍不得 飞狼很理解石头的难处 也不想让他留下什么遗憾 于是给他一周的时间好好考虑 还拿出自己的存款帮他渡过难关 而战友们知道此事后 都很舍不得石头退伍 于是都拿出自己的积蓄捐款 希望能帮助石头解决钱的问题 这样就可以不用退伍了 各种兵抢救要出车祸的小女孩 可自己却被撞到了车窗上 多亏他在部队受过魔鬼训练 所以并没有出什么事 可飙车的地痞流氓却下来找麻烦 竟然怪石头撞坏了他的车 这只猪头简直就是在无理取闹 而混混们更是不准石头离开 还将他团团围住不断威胁 却不知道面前的这个小寸头 其实是身经百战的特种兵 然而石头还在忍气吞声 不想闹出什么大的动静 还试图和这些小混混讲道理 这时却有人发现了石头掉落的士兵症 猪头简状便嘲讽石头只是个下士 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大人物 猪头用石头的士兵症做威胁 如果不给钱就别想拿回去 但石头却不向恶势力低头 可猪头竟把士兵症扔在地上 还一脚踩上去侮辱军人的荣耀 石头见状勃然大怒 直接就攥紧了拳头 石头终于忍不住大打出手 这些小混混都不配他拿出全部实力 很快就将混混们全都打倒在地 而死胖子是个欺软怕硬的货色 他见石头这么能打 知道今天是踢到铁板了 于是赶紧跪在地上求饶 还捡起是兵阵还给石头 死胖子立马在身上擦了起来 害怕再惹火了石头这个活颜王 而石头看着失而复得的士兵症 警告这群做死的小混混 石头高抬贵手放过了这群流氓 随后他擦去士兵症上的灰尘 双眼中已经饱含着热泪 并回想起霹雳火的誓言 石头经过这件事后 打消了要退伍的想法 好在养父很支持他的决定 交代他一定要在部队里好好表现 随后石头拿出自己的二等功奖章 当做礼物送给了养父 而石建国拿着奖章看得不停 还高兴得老泪纵横起来 认为儿子是国家的功臣 石头则立刻保证会拿更多奖章回来 随后他赶紧回到部队参加训练 飞狼担心他一路赶来太累了 大发慈悲让他休息一天 可石头却已经等不及了 表示自己一天不练就浑身都痒 战友们纷纷上去欢迎石头归队 并且在训练的时候很照顾他 让他感受沉甸甸的战友情 把装备都放在石头身上 石头这个老实人没有什么怨言 因为他知道队友们为了帮他渡过难关 把他们所有的存款都撑了出来 这便是真挚感人的战友情 这个女兵实在太狂妄了 竟然敢嘲讽教官是个女汉子 爆脾气的谢思潇直接跳下高楼 准备好好教训一下嚣张的韩豪鸟 甚至将双手放在背后嘲讽 韩豪鸟被这话气得够呛 于是立即便打了上去 但谢思潇可是超能打的女魔头 不到三秒便将他打趴在地 气得韩豪鸟要再次动手 可老崔却把他给拦了下来 并以参谋长的身份命令他 这才阻止了这场可笑的冲突 霹雳火与战虎 原本是兄弟单位 可现在却变成了教官与教员 原来之前大家一起观看了一条视频 恐怖分子抓住了坠机的外国飞行员 竟然放火将他活活给烧死了 老崔健壮很是担忧 虽然他们驾驶武装直升机 是空中强悍的战斗力 可一旦坠毁就成了任人宰割的羔羊 为了锻炼战虎队员的生存能力 老崔便主动找到飞狼 希望他能给战虎来一次魔鬼训练 飞狼自然没有什么问题 却劝老崔要三思而后行 一旦接受了训练就没有后悔的余地 而老崔却是心意已决 于是针对战虎的训练立即开始 飞狼为他们设计了专门的方案 知道这群天上飞的战虎心高气傲 便故意让他们在泥坑里打滚 目的就是摧毁他们的骄傲 毕竟在绝地里求生的话 尊严是最没用的东西 这下飞狐吕的天之骄子们 全都变成了满身泥巴的野人 但还是咬牙强撑了下来 很快就迎来了下一项训练 因为直升机的驾驶舱内空间有限 所以飞行员经常只携带了一把手枪防身 但如果不幸坠落在敌战区域 一把手枪肯定不够他们好生 因此要再多带一把武器 国产95B短突击不强 所以接下来的训练 就是让飞行员们熟悉这把枪的性能 争取做到枪枪命中但无虚发 而飞行员们的天赋都很好 每个人打把的成绩都很好 其中大同的表现最优秀 连007都忍不住夸他厉害 007没想到他这么能装逼 只好竖起大拇指夸奖 但心里却记住了这小子 随后战虎等人来到室内训练 虽然能很快地消灭目标 但那些都是不会动的靶子 所以在谢思潇看来 他们的行动简直是破战百出 而战虎们则觉得表现得很好 结果却被谢思潇挑了毛病 骄傲的韩豪鸟接受不了批评 于是就阴阳怪气起来 嘲讽谢思潇不难不女的 两人一言不合便打了起来 结果喊好鸟都是些花拳袖腿 被谢思潇给轻松碾压了 这三个飞行员竟然在考核中斗地主 结果却被魔鬼教官给发现了 黑龙 杀 我属于狗 黑龙可是霹雳火的王牌冠军犬 很快就追上了三个倒霉蛋 咬住一人就不松口了 其余两人连忙扔下兄弟就跑 而007和谢思潇则赶了过来 专门来看大同的笑话 帮狗算什么本事啊 有本人一对一啊 此时不服气的大同并不知道 这两人可是霹雳火最能打的 人送外号瓷雄双煞 特训中的战虎终于迎来了考核 他们全都被敌人给击落了 好在命大并没有死 所以要想尽办法逃脱敌人的追捕 飞狼这简直就是在雷曲蹦迪 飞行员最忌讳的就是坠机 果然老崔就受不了提出抗议 怎么 你没追过鸡吗 那还是在抗震救灾 在我们自己的地盘上 如果是在战争中呢 飞狼的话句句扎心 狠狠地打了老崔的脸 连最狂的寒豪鸟也不敢吭声 毕竟他当初也追过鸡 还是被呆鸟用火箭弹打下来的 而飞狼就是个大魔王 把战虎所有人骂得不敢反驳 他们心中都憋着一口气 争取全员通过考核 可残忍的现实却击破了他们的幻想 霹雳火的队员们化身猎人后 全都成了地狱里爬出来的恶鬼 一路火力全开疯狂追杀 扔出的炸弹就像不要钱一样 战虎众人很快就跑散了 而老崔则和寒豪鸟在一起 刚想要歇一会儿 就飞来一颗手雷 老崔连忙带着寒豪鸟逃跑 并一边跑一边开枪反击 而他的枪法还很厉害 打得追击的石头不敢冒头 眼看两人就要逃出去了 但石头却掏出引爆器 直接引爆了买好的炸弹 老崔不小心被炸飞了出去 好在是训练弹 他并没有受伤 于是爬起来接着跑 而其余的战虎成员也很凄惨 就像过街老鼠一样到处乱窜 可他们跑也跑不过霹雳虎 打也打不过这群魔头 还不断地掉进陷阱里 很快就只剩下一些残兵败将 本以为躲起来就没事了 却根本瞒不过黑龙的鼻子 直接被黑龙追得嗷嗷乱叫 大同直接被黑龙扑倒 而两兄弟担心会有追兵 于是只能扔下他逃命 结果还是一头撞进了陷阱里 这下战虎的飞行员们全军覆没 只剩下老崔和韩豪鸟两人 他们竟然跑到了废弃工厂里 甚至还想找个角落躲起来 可就在两人小心翼翼前进的时候 黑暗处突然伸出了一只手 吓得两人当场就打了起来 还以为是遇到什么野鬼了 结果却发现是007 而谢思潇也赶了过来 这下可好了 女魔头和母老虎再次见面 而两人之间必定还有一场大战 这两个女兵简直就是母老虎 打起架来比男兵还要凶残 只见韩豪鸟率先抢弓上去 很快便与谢思潇对拼了十几招 而韩豪鸟被追杀了那么久 早就憋了一肚子的怒火 竟与谢思潇打得难分胜负 两人的攻击速度快如闪电 简直要把人的眼睛给看花了 而韩豪鸟趁机一脚重踢谢思潇 竟然将女魔头狠狠地压制住 但谢思潇也不是好对付的 在摸清韩豪鸟的套路后 他便立即展开了反击 连续击脚将韩豪鸟狠狠地踢飞了出去 还特别好心地给韩豪鸟调整了时间 等对方调整过来后 谢思潇才再次发起进攻 但他身为教官并没有下死手 反而是韩豪鸟打击了眼 竟然全是杀招毫不留情 趁机锁住了谢思潇的脖子 紧接着往他脑袋上一个西撞 还将他狠狠地摔了下去 还好谢思潇既高一筹 从容地化解了韩豪鸟的攻势 并顺势将这只发狂的母老虎控制住 但韩豪鸟却拼命挣扎着 专门攻击谢思潇的下盘 最终成功将他给摔了出去 谢思潇整个人被砸进了废墟之中 这可把他的怒火打了出来 女魔头终于要觉醒了 但韩豪鸟却不知好歹 火力全开的谢思潇十分恐怖 竟将韩豪鸟按在角落里爆打 逼得韩豪鸟用脚去踢他 结果被他一个西撞差点打晕了过去 这时霹雳火其他男兵赶到 纷纷站在高处看起了热闹 宝贵没想到韩豪鸟这么能打 但其他人却不看好他 毕竟他们都知道谢思潇的厉害 果然谢思潇拿出全部实力后 就直接碾压了韩豪鸟 逼得他只能边打边退 试图寻找反击的机会 可谢思潇却主动挨了一脚 趁机抓住了韩豪鸟 紧接着就将他给扔了出去 好在他眼急手快地抓住栏杆 否则就摔下楼去了 谢思潇赶来查看情况 发现他并没有出什么事 而韩豪鸟也赶紧爬了上去 接着和谢思潇打了起来 可这简直就是自讨苦吃 直接被谢思潇给踹飞了出去 旁观的男兵看着都觉得疼 纷纷不忍心地闭上眼睛 但韩豪鸟却仍不放弃 结果又挨了谢思潇一脚 整个人又差点摔下楼去 谢思潇见状连忙上去拉他 可他一上去就趁机偷袭 这下谢思潇可不惯着他了 直接把他往墙上一摔 结果韩豪鸟彻底掉了下去 没事吧 死不了 嘴硬的韩豪鸟却抱着腿不敢动 谢思潇连忙跳下去查看起来 发现他的腿已经骨折了 但并没有特别严重 看好戏的三人也赶了过去 石头还悄悄地竖了个大拇指 表示谢思潇打得太好了 随后才将伤员给带走 这个特种兵正在疯狂作死 他见参谋长是个不起眼的大叔 竟然手痒难耐地发起挑战 这狂妄的态度把老崔给逗笑了 于是决定好好教训007这个臭小子 两人当即便大战了一场 虽然老崔的年纪大了 可拳脚依旧威力十足 竟抓住007一顿猛踹 逼得007只能紧紧挂在他的身上 却被他当成陀螺一般狠狠扔了出去 两人直接把墙都给撞到了 简直就是两头人形猛兽 被打蒙的007还没缓过来 老崔密如雨点的拳头就砸了下来 于是他只好全力抵抗 然而老崔却越打越猛 竟死死压制住007 还一个过肩摔将他扔了出去 于是007来了的王八旋转 一脚将老崔给击退 这才有机会站了起来 飞行员可以啊 玩真的 随后007为了找回面子 率先抢弓上去 却并没有占到便宜 于是他使出扔沙子的阴招 结果被老崔给躲了过去 但007也趁机抱住了老崔的腰 并顺势锁住了对方的脖子 双手不断用力想将老崔的晕过去 可老崔这个大叔却有一身蛮力 竟然挣脱了007的控制 甚至还一脚将007踹飞出去 将他堵在角落里一阵暴打 而007也被打出了怒火 一边竭尽全力防守着 一边寻找机会反击 终于抓住老崔的腿将他撞倒 这两个猛男的战斗太过凶了 简直就是来工厂里拆迁的 此时双方都已经打击了眼 出手也越来越很毫不留情 而老崔毕竟年纪大了 体力明显比不上007这个小伙子 所以状态有所下滑 结果不小心露出扩展 挨了007一技强力肘击 差点当场就腾晕了过去 好在老崔的战斗经验更加丰富 他知道不能再和007拼体力 于是放弃进攻而全力防守着 终于抓住机会飞身打出一拳 紧跟一技鞭腿猛攻 竟将007打得毫无还手之力 老崔还把007扔出了窗外 自己也紧跟着跳了出来 此时的老崔就像是下山的蒙 将007压在墙上猛烈输出 而飞狼竟然在暗处旁观 见自己带出来的兵被老崔暴打 这让飞狼觉得丢了面子 刚打赢了007的老崔热血沸腾 他见飞狼站出来劝架 于是主动冲了上去 准备把劝架的人也打一遍 然而这却是踢到了一块铁板 飞狼可是霹雳火的大魔王 更是拳片最强的战斗力 老崔这简直就是去送人头 果然两人刚一交手 飞狼就挥出了一技重拳 险些把老崔给打出了脑震荡 而老崔还强撑着反击 可飞狼却抓住他的手 紧接着使出全身的力气 狠狠地轰下一技肘击 这绝对是最爷们的特种兵 一身的剑子肉看上去就不好惹 更对着好兄弟重拳出击 暴怒的老崔直接冲了上去 这是一场等了十年的战斗 火力全开的双方抛弃了兄弟感情 今天必须奋出个胜负 但大魔王飞狼的实力简直恐怖 竟然用肌肉硬扛住老崔的重拳攻击 并顺势控制住老崔的手 紧接着一个大逼抖扇了上去 随后发起狂暴的冲锋 踹出汇聚全部力气的一脚 直接将老崔打得倒地不起 而他嘴里已经满是鲜血了 老崔可是飞狐吕的不败战神 在空中就没有人是他的对手 可现在换了战场 却被飞狼单方面碾压暴打 这下所有飞行员都成了俘虏 而老崔因为临着暴雨大战一场 竟然就这么病倒了 增对建议送去基地医院检查 但飞狼却试得冷血动物 而且这才烧到39度多 根本就不算什么大问题 但凡是经历过新冠的人 都要比这种情况严重得多 但韩豪鸟却站出来捣乱 于是飞狼殿下令将它关起来 而其余飞行员却闹了起来 一点都没有当俘虏的自觉 这可把宝贵给气坏了 警告他们在里面好好待着 顺便还进行了一番嘲讽 你们不是天之骄子吗 不是眼睛都长在脑门子顶上吗 怎么 这就受不了了 我告诉你们 你们吃了这点苦 我们土豹子都吃过 所以这些飞行员就是被惯坏了 竟然养出了一身的臭毛病 明明都已经成为了俘虏 却还把自己当成了大爷 这让呆鸟都看不下去了 大声阻止这场冲突 并劝钱队友们乖乖配合 结果韩豪鸟却反咬一口 路骂他就是个白眼狼 自从加入霹雳火后 就忘了战虎的这群老队友 可呆鸟根本不吃他这一口 这是在训练又不是过家家 随后呆鸟将他拖进了笼子里 但韩豪鸟还不服气 大人 当我出去我让不了你 就在众人争执的时候 发高烧的老崔终于醒了过来 他拖着虚弱的身体 鼓励大家要坚持下去 并喊出了战虎的口号 这让旁边的飞狼很是无语 打仗靠的是实力而不是喊口号 如果这不是训练的话 那这群飞行员早就死了 于是飞狼对他们的表现很失望 觉得没有必要再训练下去了 我们没有必要继续下去了 你们练得好与坏 跟我有毛关系 不要再浪费我的时间 这三个 007健壮也很是失望 觉得这群飞行员真没意思 这就撑不下去了 就在所有人都离开的时候 老崔却突然叫飞狼留下来 并以飞狐吕参谋长的身份下令 命令飞狼继续训练 算了 玩不起 你知道你玩的是什么吗 是我所谓军人的自尊戏 死变态 说什么 大点声 我是说 死变态 这个女俘虏简直太狂妄了 竟然敢骂魔鬼教官是死变态 而飞狼却微微一笑 既然喊好鸟这么想找死 那就大发慈悲成全她 正好来一个杀鸡给猴看 随后飞狼开始夸奖喊好鸟 觉得她的脾气和谢思潇很像 两人熟悉后应该能成为朋友 跟她熟还不如跟宝仇 而喊好鸟越嚣张 飞狼反而就越高兴 只有让她膨胀到了极点 才能给她致命一击 于是飞狼便假装很欣赏她 还要邀请她加入霹雳火 可她却立马拒绝了 还表示自己可不是250 竟然会放着高大上的飞行员不坐 而去当地上跑的土豹子 其余飞行员一听这话 都在偷着乐 连寒豪鸟也在沾沾自喜 却不知恶梦马上就要降临了 飞狼这么仔细一观察 才发现寒豪鸟的脸皮可真厚 根本就没有一点危机意识 于是一把将寒豪鸟给抓走 众多飞行员直接暴动 却被霹雳火成员拦住 而飞狼则把寒豪鸟交给马教官 自己却抽出一根烧红的烙铁 寒豪鸟被吓得腿都软了 甚至抱头坐在地上 却发现自己根本没事 这牛肉还是带血的好事啊 可谢思潇却把肉抢走 并扔给了黑龙吃 还借此机会阴阳怪气起来 让007不要像某些人那么不要脸 而被嘲讽的寒豪鸟不再嚣张 直接被吓得说不出话来 其他飞行员这才松了一口气 还以为飞狼刚才要假戏真做 而飞狼则安慰了寒豪鸟几句话 随后又开始教训其他飞行员 告诉他们在真实的战场上 痛苦和恐惧将会是家常便饭 如果在训练中都承受不了的话 那还不如赶紧退伍回家 免得上战场去送人头 这就是我今天给你们上的第一堂课 而以后这样的课还有很多 与此同时 飞狼的父亲正在和飞狐吕的领导们 一起观看新型直升机的资料 因为这批战机是高总工设计的 所以他的心愿便是看着自己的作品 飞上蓝天保驾卫国杀敌立功 同时高总工还想得到具体的战斗数据 好用来更新换代升级战机 便请求旅长能够想想办法 于是旅长决定举办一场实战演习 由战虎驾驶新型武装直升机 与地面部队展开对抗 这样就可以测试新装备的性能 顺便看看战虎这段时间的训练成果 旅长还表示会给飞狼一个重要任务 这样高总工觉得特别高兴 这个黑老大深夜太寂寞了 竟然跑到泳池边上钓美人鱼 连鱼尔都是鸡蛋大的钻石 这个喜欢装逼的大胖子叫白金 是国际恐怖组织K2的老大 虽然女保镖觉得她好像个神经病 但是也不敢说出来得罪老大 于是赶紧告诉白金一条重要情报 之前有一位美女接近白金 虽然她伪装成球包养的拜金女 但经过仔细调查后 发现她其实是中国军方的卧底 曾经是火凤凰的女特种兵 消灭过许多国际恐怖分子 这次化名为龙丹丹接近白金 明显是打算对K2下手了 于是白金决定先下手为强 派杀手去除掉找死的龙丹丹 女汉子主动去执行任务 可白金却觉得她没有脑子 派她去一定会坏事 我去 你神经病吗 小白脸直接被白金给骂傻了 她这张脸一出现在中国边境 绝对会引起龙丹丹的警惕 于是白金只好用出手中的王牌 派心腹黑沙前去暗杀龙丹丹 此时龙丹丹正在边境找线人街头 但杀手已经盯上了她 好在她经验丰富 敏锐地察觉到不对劲 便回到房间向上级求援 可三名杀手已经逼近到了门外 龙丹丹也知道来不及了 只能做好背水一战的准备 此时杀手正准备破门而入 气氛瞬间紧张到了极点 随着杀手的突然闯入 一场激烈的枪战就此展开 然而龙丹丹只有一把手枪 子弹很快就被打光了 逼得她只能上去近身搏动 她不愧是身经百战的女特种兵 竟然能徒手压制三名杀手 甚至用杀手的枪打伤了另一人 可在和杀手的缠斗中 她不慎被电击棒击中 又被注射了一管麻醉剂 就这么丧失了抵抗能力 两名杀手赶紧将龙丹丹带走 直接抛弃了重伤的同伙 对不起两个兄弟 让我走 然而一颗手雷却扔了进来 直接将她给送走了 而两个讲义气的杀手则赶紧跑路 将昏迷的龙丹丹给扛上了车 这时警方的支援终于赶到 当场就与杀手们火拼起来 但杀手却准备十分充分 竟然掏出一把冲锋枪 强大的火力将警方们彻底压制住 甚至还疯狂加速开车撞了过去 警方见状只能进行躲避 根本就拦不住嚣张的杀手们 马上通知警方拦截 而龙丹丹则被带到了神秘基地 幕后的黑沙也露出了真面目 并准备严行讨打龙丹丹 特种兵执行营救任务 却发现任志竟是前女友 原来007这个前女友可不简单 她本名叫何璐 是火凤凰女子特战队的队长 而训练她的便是大名鼎鼎的兵王雷神 可国际恐怖组织K2的老大黑猫 静胆在中国发动恐怖袭击 虽然火凤凰成功将她给击毙了 但雷神却在这次行动中不幸牺牲 为了报此深仇大恨 何璐便决心彻底铲除K2组织 并盯上了另一位老大白鸡 于是化名为龙丹丹接近对方 然而这个大胖子看着蠢笨如猪 可实际上却特别小心狡猾 竟然派出杀手抓走了龙丹丹 并准备对她进行严刑拷打 而反恐出的处长便找到飞虎女 准备一起合作营救龙丹丹 随后她给出掌握的情报 K2藏在西南边境的原始森林中 那里有200多名全副武装的恐怖分子 是一块特别难啃的硬骨头 为了防止误伤人质的情况 处长将龙丹丹的照片发了出来 而007见状顿时就傻眼了 没想到前女友竟然是卧底 顿时便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 可处长见她如此激动 觉得她不适合这次的行动 于是准备把她给踢出去 可飞狼却选择相信007 并主动承担一切责任 但政委却很不放心 毕竟这是霹雳火和战斧的首次实战 飞狼无条件的信任让007很感动 保证自己不会被儿女私情影响 为了保住飞狼的向上人头 她也必须完成这次任务 随后霹雳火与战斧全员整装出发 很快便来到了临时指挥部 此时被抓的龙丹丹正被吊着毒打 恐怖分子挥舞着手中的木棍 将她打得遍体鳞伤血流不止 而黑莎这个变态还装出心疼的样子 让龙丹丹不要再这么嘴 就可以不用受这种苦了 而在另一边 反恐处长单独找到飞狼 并告诉她一个惊天大秘密 当年飞狼老婆出车祸死亡这事 其实并不是什么意外 而是黑莎策划的一场谋杀 明白真相的飞狼痛不欲生 发誓要亲手抓到凶手黑莎 于是她立即带领霹雳火出发 趁着夜色偷偷潜伏进去 终于在天亮的时候 成功摸到了敌方老巢的附近 而飞狼则拿着望远镜侦查 这一看却被吓得头皮发麻 基地附近全都是敌人在戒备 简直就是三步一岗五步一哨 三点钟方向 狙击手 不止一组 在我的九点钟方向 还有一个狙击手 他们是杭家 男人掏出一颗手雷 并使出百发百中的技能 精准地扔进恐怖分子的哨所 军方的女卧底被恐怖分子抓住 敌人为了逼供丧心病狂 竟用尖刀捅穿龙丹丹的手掌 听着龙丹丹撕心裂肺的惨叫声 飞狼知道要尽快开始营救 于是下令个小组开始暗杀行动 只见特种兵化身为战场上的幽灵 悄悄地接近了放哨的恐怖分子 此时老外雇佣兵还在谈情说爱 根本不知道死神已经降临 而战士则抽出匕首 小心翼翼地走到敌人身后 紧接着发起闪电般的突袭 死死控制住挣扎的敌人 随后手起刀落将其干掉 而暗杀行动还在继续 特种兵们下手干净利落 悄无声息地收割着敌人的生命 还用树叶将尸体给掩盖起来 解决完所有外围的警戒后 战士们各自找好作战位置 而飞狼则悄悄摸到敌人的基地门口 还带上战斗力最强的007和谢斯霄 三人直接将大门给炸开了花 其余战士也立刻开火掩护 恐怖分子被打了个措手不及 刚一交火就损失惨重 这时正面突击的三人顶着枪林弹影 在不断的炮火中冲进了基地里 并借助掩体精准地消灭敌人 同时狙击组也在提供火力支援 虽然恐怖分子有200多人 但却拿他们三人毫无办法 见他们的战斗力如此强悍 黑沙知道是碰到特种部队了 于是准备偷偷溜走逃命 此时霹雳火其余队员赶到基地 将外围的恐怖分子全部击杀 并闯进屋子里营救人质 可飞狼却发现逃走的黑沙 于是独自一人追了上去 而007则发现了昏迷的龙丹丹 赶紧将匕首从他手中拔了出来 赶来的医疗组立即进行战场急救 并将龙丹丹抬出去准备撤离 可恐怖分子却像打不死的蟑螂 从四面八方围了上来 战士们只能抢了一辆车 在千军一发之际 无比惊险地冲出了基地 此时战虎驾驶武装直升机到达战场 老崔剑霹雳火已经撤离出来 便下令对敌人进行火力覆盖 武装直升机顿时火力全开 直接将地面炸成了一片火海 而在这种恐怖的攻势下 恐怖分子只有死路一条 远处的狙击组见状很是兴奋 石头觉得这可太过瘾了 可两人还没高兴多久 就发现敌人追了过来 宝贵提议赶快撤退 但第一次实战的石头却上到了 竟然扔出首雷轰炸恐怖分子 但这却暴露了他们的位置 敌人立即对准两人开火 逼得他俩只能停下来交战 并寻找机会边打边退 然而石头却捅了马蜂窝 恐怖分子一路上穷追不舍 根本不给两人喘息的机会 于是他们只能留下来殊死一搏 这绝对是最英勇感人的警犬 竟然咬着炸药包去炸坦克 非洲某国突发武装叛乱 为了拯救被困的华侨同胞们 霹雳火特种兵们前往异国他乡作战 然而敌人的火力实在过于凶猛 竟然还有坦克这种大杀气 在一阵恐怖的炮轰后 女兵直接被炸飞了出去 顿时变口吐鲜血深受重伤 虽然其余战士的战斗十分英勇 但也不是坦克的对手 纷纷被炸伤倒在地上 而侧翼的呆鸟也被敌人发现 他直接来了个帅气的转枪 紧接着与敌人大战起来 可敌人的炮火却凶猛袭赖 他只能微笑着面对威胁 结果被狠狠地炸飞了出去 最终摔在地上重伤吐血 在坦克的强大攻势下 狙击手宝贵也难逃一劫 直接被猛烈的炮火轰飞 整个人都变得血肉模糊 愤怒地飞狼端着冲锋枪扫射 可下一秒也被炸飞了出去 再这样打下去 霹雳火恐怕要全军覆没了 007已经做好了牺牲的准备 但谢斯肖却不想看他去送死 可007却义无反顾地冲了出去 其余队友立刻开火掩护他的行动 只见007灵活地穿越战场 但敌人却注意到他 立刻朝他发射炮弹 好在007命大正面硬扛住爆炸 随后又强撑着发起冲锋 这次他选择了走位躲避爆炸 成功穿越了最危险的轰炸区 他怀着视死如归的坚定决心 怒吼着冲向敌方的坦克 结果却不幸地伸中竖枪 最终倒在了冲冲的路上 重伤的007伸手抓住炸药包 却发现一个恐怖的事情 炮火竟然点燃了引线 军犬黑龙剑撞冲了出去 他冲过危险重重的战场 一口咬住即将爆炸的炸药包 随后朝着前方的坦克跑去 此刻的黑龙承载着所有人的希望 而敌人的子弹也被他灵活地躲不过去 最终黑龙用自己的生命 成功炸掉了敌方的坦克 谢思潇见状哭得撕心裂肺 他一直将黑龙当作家人 难以接受这种残酷的现实 这时战虎的武装直升机赶来支援 直接将码头炸成了一片火海 成功消灭了恐怖分子 霹雳火虽然完成了这次任务 但却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他们纷纷来到黑龙的墓前挨荡 黑龙不仅是英勇的冠军权 更是与他们出生入死的战友 而过了几个月后 重伤的零零七也终于出院了 他的脸在爆炸中毁了容 现在也还瘸着一条腿 但却专门跑到商场里准备惊喜 谢思潇找到他后有些抱怨 让他好好在医院里养伤 然而零零七却拿出刚才买的钻戒 随后丹西夏跪向谢思潇求婚 并将钻戒给爱人戴上 我爱你 嫁给我